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據記載 剛由樓空首度的始祖 東欣納寬良 年輕的時候曾經由沖繩 遠到福建學武 東欣納和弟子說 教他功夫的師父叫做魚魚哥 魚魚哥 在歷史上並沒有記載 有人認為這個影響深遠的武者 其實是清末時福州的學員大師謝崇祥 空首度真的源於學拳? 學拳又是怎樣的功夫呢? 歐錦棠, 學過多種武術 最愛的都是空首度 我覺得外女的空首度 第一個是抗打能力 體能要求很高 第二是堅忍的態度 精神很重要 速度、密度和經歷很刺激 歐錦棠曾經是武術雜誌記者 各門各派的武術手法和源流 他都有所涉獵 空首度源自學拳 他早已有聽過 當然沒什麼深層接觸 但是看一些源流 都知道空首度和福建拳 或者叫學拳 是一個很密不可分的關係 正式是由哪一個拳 也不敢說 但是有很多空首度的宗師 都過去大陸那裡尋根 都找到他們的師組 是跟誰誰 學過什麼拳 學過中國拳 然後帶返過去 就是這樣 韓卓堅是歐錦棠的師弟 他拿過多次空首度和散打比賽的冠軍 他認識了很多年 打空首度全接觸打了多少屆 四屆 四屆 都已經拿了兩連貫 他很肌肉型 整間館如果說爆炸力 他真的是數一數二 好 學拳 福建學拳 為了想了解福建學拳的實力 歐錦棠和師弟阿堅 嘗試先在香港尋找學拳的傳人 學拳, 源自福建永春 八十年代, 永春百學拳 在香港還有拳館 但時至今日, 拳館早已關門 那裡是廠 在今天的香港武林 永春百學拳可以說是甚為低調 你好 你好 你來了嗎? 金叔 金叔 金叔, 你來了 是 李師傅, 你好… 採採大明 令江師傅 弟子都叫他江叔 金叔 你還是自己呢? 永春百學拳的拳館關混合十幾年 江叔就用公司的貨倉再次教拳 現在有十幾個學生 很多都學過空手道 江叔曾經搞過國術擂台 對中外拳法都有研究 寫武術文章 又以錦然見稱 人稱武林鐵筆 福建學拳 跟廣東一般的藍拳 其實有沒有類近 或者原流會不會像? 也有的 都是哭建林少林出來的 大家都屬於林少林的一個拳總 我們那個祖師就是鳳七良的女人 我們要拱教行動、廢節、走偏身多些 因為學會有拱輕盈的、瀟灑 因為是女人拳來的 就不要硬叫大馬 入中門之間就少 我們多數是拱典勁 那些鬥勁多些 你這樣說, 入門應該要什麼呢? 我們是三箭 三箭 我們玩一下空手道 三箭一樣是這個名字 沒錯, 一樣這樣寫 其實空手道有很多不同的樓牌 都是很著重三箭 尤其是三箭步 所以原流是否不接著你呢 我又沒看過風建學圈的三箭 可否整個高速示範 對… 深箭就是包括我們學圈裡面的 所有的功法差不多在這裡 學圈的緝 九碗 坐折 分掌 這些一定會認得很熟 而且腰、腰、腰馬 要出聲 吐氣那一下就不在喉嚨 是單點出的 我們出的聲音就是… 要這樣出的 就是不要這樣 這一下就喉嚨 在我們來說就不合格 練得很重的苦 氣包出來不只是力包 氣力氣力 有氣才能加重那個力 加重那個力 三箭練得好 其他基本的功夫 其他套路就不成問題 整套拳的風格 手法、步法、吞吐 都看到和空手道的三箭 真的很累近, 同春一脈 這個應該有 鶴拳是福建南少林五祖拳之一 雙泉師祖方七林 貢親方祖 本身也是少林弟子 鶴拳在明末清初始創 拳法將來取義, 剛入雙濟 因為福建海通教祖 鶴拳早就隨著福建的移民流傳海外 冰沖爆拳 福建拿它做無少那卵 第二次是不熱, 都是溫的 冰沖爆拳這幾年 不是高手, 都是好手 我看邵氏的片 看過那些公表片 你一定要這樣才叫學 我從來學拳為何沒有這個 這個其實不是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 這個才用 對, 你們這個勾除就好 直除就好 那你現在才拿 真的沒有… 沒有… 傳統工夫是要復命的 提供絕招一下, 拿人命 學拳呢, 工夫會聽 比較陰濕, 比較毒 打銀打喉, 打咳 打雞心, 打雞心 那些…我一拍就要… 你這樣就好 你放個裝, 這些就好 這些就好 你想看事嗎? 不要吧 剪刺 你捲著 給我捲著, 給你捲著 一拍就走了 我已經充滿了 打掀, 我們快 走 瞭解一個永春百學球 歐錦棠和師弟阿堅 嘗試和江叔的弟子進行一次搏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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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 好 很快體會到 尤其是近接鎮的時候 那種輕盈 閃進去時高時低 這位傑師兄經常做到的 好 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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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手 逼… 好, 快快 走高 好 好 之前沒有接觸這些武術 想不到都挺激烈的 剛才他有一些搖音 發眼 想不到會有這些發生 平時大家都不打 永春百學 或者是福建學拳廳 聽了很久了 我一直都在想 空手道的源頭 就是這個拳 我體會到 一定有物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 大家就在一個這麼狹窄的空間裡 就很熱烈地去練練 很熱血的感覺 所以這份熱心 我看到的在你裡面 我都很深深感受到的 原來是我跟你撼的 人家不夠我撼的 終於找到一個對手了 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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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看法歷史 空手道的歷史 就是由沖繩島、沖繩島 又到福建 其實也有關的 還有一些… 三箭 三箭 完全跟白殼 是名字 吸納氣、呼吸 都是一樣 雲掌 雲掌 即是Tensor 對 很明顯的抱牌手 都是一些殼的味道 這樣我們就當作是沉根 找回那個圓的原味道是怎樣的 福建永春圓 是福建學拳的故鄉 370年前 方七娘就是在永春傳授學拳 蘇盈漢師傅 是研究永春白學拳的專家 除了教拳之外 他有研究學拳的歷史 教堆 和出版過多本古拳譜和書籍 我們古拳譜的呼應本 它是寫著白鶴線書傳出的前線畫 原本是有多少年前已經傳下來 原本可能這個是一兩百年了 都已經破了 這個就是按照我們永春的名單 名單語 買一個招式他都寫得很好 從前 拳譜只能手抄 只有師父最信任的弟子 才可以接觸到拳譜 要得到一本全部是非常困難的 除非你的老師的師誠的一個文章 都是很得意的文章 一直傳下來才有可能 不然要拿到一本書 要看得難喔 如有學習者 欣當奉其神位 不可設計 要是要求教育 能夠感到一本書 要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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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人以忌激而聞名 早在明史已有記載 toxins 要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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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論 box 以前那個老師傅在探訪的時候就是這樣 拿著茶杯就是你這樣 那你過來 給你過來 謝謝謝謝 他已經摸到你的身上了 你一定要保持這個 我一定要喝茶 我說我喝茶 我喝茶 那你這個 看見都開了風 這個兵器已經一百五十年前已經清潮時 然後已經做了出來 用作生機 有野豬很多 也可以獵獸 也可以防身 蓋 以前有的我們叫做火槍 他用這個生盤就可以擋住那個 這個槍可以 如果不行的話 你再用棉被蓋上去沾水 武術是在農業社會形成 所以兵器自然是來自隨手可得的農具 這個農村是叉草 我講的草堆上去 這樣就是用這個 然後再改良一下 加上這些勾 這些釘來吃著對手的兵器 殺酸力很大 勾住人家 叉住人家 還可以轉圈打的時候 但是那個力法和棍差不多 對老虎和猛獸都挺好用的 我覺得這枝東西 去 翁宮池武館 是永春著名的百學拳館 早在1928年 館裡的一班師傅 就被邀請到星馬一帶 把拳法傳到東南亞國地 武館一直保存著傳統的學拳打法 特別注重訓練功底 是 翹手呢 你看他很粗很圓 我們練功夫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工具很硬 自己的工具很硬 自己的工具很硬 跟人家撐 起碼先撐到別人的工具 對不對 衝一下 平時我跟人家撐 這樣別人不夠我撐 現在跟人家撐 有另一種感覺 終於找到對手了 對… 師傅不要看他這麼大年紀 真的老都氣壯 那些力和人馬 真的可以從地下傳上來 很開心 看到這麼多 跟師兄的電話 跟師兄的電話 對… 勁力很強 嗯 很硬正 很厚 很硬正 證明他們下過很多副功 學拳由永春開始 流傳到福州之後 分別依著白鶴的形態 發展成四個支牌 非鶴 明鶴 宿鶴 和食鶴 魚丹秋師傅 師承明鶴拳大師借送牆一謀 曾經有來自沖繩江游流空手道的師傅 找過他們應祖 江游流始祖 東欣立歡亮 在1877年來到福州學武 在福州體育館外 書立了一塊顯章碑 上面寫著東欣立歡亮的師傅 袁兒哥 就是明鶴拳大師借送牆 他練功的器械也是跟我們這個一模一樣 套路的名稱也一樣 動作也一樣 對… 對… 明鶴拳的特色 是以丹田的力吸氣發聲 用氣推勁 能夠在搏擊當中的任何時候 都可以將力氣爆發 套路鍛鍊 以丹田的力吸氣 聲如學名 我們都有練功師 大家都有經驗嘛 我打出去 有力氣 嗨一下水都會 對… 可是你收回來 嗨… 就覺得很… 力不重新了 啊… 是不是… 它就會有一個吸氣 但是這個力氣還不夠它 當天之氣 就這樣 一下就出去了 因為它長… 一下牙子一咬 你看… 哇…很小 一般來說沒有專門訓練 不好練 你教一教看 哇…很困難 很困難 練這個碗力啊… 轉啊…這些位置 哇…這個很好 好… 聽聞日本那邊是有練過這些東西 對… 很舒服呀… 這個是甚麼洞洞呀… 這個要死水 這個要死左 現在練了口拳 那個感覺就是說 你一定要坐下去 推 一收 沉 那那個力氣是押到丹田裡的 不是用手臂 你用手臂一定是拆不住的 你落回來就沉下去 然後一推出去 才落到丹田 丹田就捲回來 丹田落回來 那個感覺是全部都是在丹田裡 練在裡面的東西 这个沙袋是我们明赫群特有的一种练功的工具 不会转动 不会百度旋转 对对对 整个造型更切切一种能体的躯干性 这个不是打外皮的 用那个卷弹剂 你短时间刮包出去的包就要走 同时你要走 好, 包一摇一摇就立即双撞 力就加大多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做了几下, 开始滑了 开始 红了, 红了, 红了 红了, 红了 福州学朝旨, 始建于唐代 里面供奉的是百学先师 有凶手套中人将它视为祖庭 因为明学权的祖师潘如白 也曾经在这里练拳 在福州学习切磋 一般的话就是点打就可以了 就是它们有盘手 它们会放肩膊 再打它 然后我踩它 打下伸 再拉它 那时候呢 它能挡到 功夫方面 是 很了得很了得很了得 而且马都穿得很快 一水 它们其实呢 那个反应也很快 尤其是当它们最后推的一下 它们用了腰挂马 因为之前见过它们推沙包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用推沙包的力 将地下的力传到手 手传到人家 我们的身形 所以我们会弹得比较 起码退后两三步 明学权 应该是传给兇手 是在那里的 为了了解东欣立欢两个师傅 鱼哥的真相 两位武者阿杰和阿雄 亲身来到福州 拜会明学权的大师 謝宋祥的传人 明学权的祖师潘于伯 本来是罗汉权的弟子 后来转头学权门下 并在日后创立明学权 所以明学权 既是学权 亦夹杂罗汉手法 就像二十八兽这套套路 我可以这样子讲 以表演的 你背部 跟我们福州 你背部是一样的 只是呢 似乎有所改变 主体看 它是我们 明学权的二十八兽的套路 那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 就是找 虎手套和明学权有什么的关系 嗯 那我们呢 就看到呢 它们打过五套拳 里面呢 就发觉到呢 有两套有关系 是 江游流那套三战呢 就好像他们八部连 那另外呢 就是 你讲了 是 是 哪个流派呢 他们是 要我所知 应该是赤斯东流那套拳 来的 明学权和江游流 不是完全套路是似的 是 反而有些呢 可能是 好像赤斯东流 有他们的祖先过来 福州这里 学了明学权 这套尼巴鎖 尼巴鎖 是的 那它的音呢 听上去 是一样的 那音是福建画来的 是福建画来的 明学权 应该是传给兇手道的 这样 就可能有几个流派都有的 沖繩和福州 是友好姊妹城市 历史上两地居民早有来往 沖繩古时称为琉球 是中国的繁国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而坐船去中国的琉球人 都会选择福州落地 冬印纳宽良也不例外 他去到福州跟随如鱼歌学舞 有说 十五年后 他回到沖繩 将中国功夫发展成今日的空手道 百多年后的今日 沖繩的江油楼道场 仍然保留了 最传统中国功夫的训练方法 今次来沖繩的主要目的 就是去著名的江油楼总管部 探访东安立城南师范 而且很开心 很荣幸得到他们亲自的指导 就会再给我们亲自体验一下 正宗的空手道 传统的连法 到场之内 挂了祖师东安立宽良 和宽良先生的弟子 创派人功成长迅的照片 現任馆长是东安立姓南 他已经74岁 是东安立宽良的同孙 是东安立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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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锤是很古老的训练器具 在中国已经很难得一见了 就这样看来就像我们练管力 其实不是的 他有很多要缺 比如吞吐那里 马 和下来上去的时候 整个臂是要直的 力量呢 要集中在这里 这里锁实的力量呢 就是和我们出拳的时候 的力 是一样的 还有这些转换 左 右 前 后 这样这些 所有的 全部都是连我们的旋转和爆发力 我们不会死 现在想试一个最重的 看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其实真的不应该给我们试 不行 做不到 不要勉强 不要拎 不要拎 不行 不行 我拎不住 是 三叉咪 三叉咪 是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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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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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臂也很用力 但你能看到手的方向向前 挺住的 腰板是直的 除了練指爪之外 前臂的力量也能練到之外 肩夾這個爭武器 是會很發達的 東欣納道場 重視傳統的套路和訓練 學完80%的時間 都是做基本的訓練 東欣納姓南認為 前人留下來的方法 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他不會輕易改變 我們會不會輕易改變 我們會不會輕易改變 我們會想到 你會不會輕易改變 我們會不會輕易改變 我不是這樣 剛才只有兩個情況 要麼你放棄, 說痛不打 要麼死頂頂下去 但過了一關, 還是能忍住的 很痛 你平常好嗎? 你幾歲?你幾歲嗎? 十八歲 功成長信, 就是十八歲的時候 東欣立歡良的弟子功成長信 是江油樓空手道的創派人 他把樓派命名為江油樓 取材自白鶴權樸譜 舞臂紙上發江油吞吐這幾個字 這本舞臂紙是功成長信殲詩 在中國的時候用高價買回來 本來是不安全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看到有鐵砂手法, 有白鶴手法 接著有黑虎手法, 有白鶴手法 相應就是… 黑虎手法師傅在八幾年的時候 去中國示範了空手道 給當地的中國拳術師傅看 國拳師傅看見他就覺得 這個空手道是吻含了有虎爪 有白鶴和羅漢拳的 東欣立歡良 在1915年 曾經差遣功成長信到中國 尋找師傅如如歌 但功成長信到中國後 卻被告知, 如如歌早已逝世 你好, 您好, 歡迎 充城空手道博物館館長 愛艦師傅 本身是歷史學家 他寫過很多 和空手道歷史有關的著作 博物館裡 收藏了大量 和空手道有關的資料和文物 這是中國的秘密科學家 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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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備治那本書 有這個神像 九天風火院三田刀元帥 他們變成日本武神 在沖城每一個道場 都會供奉 練習之前都要向他給禮 但是在日本本土的其他道場 就難得一見 由中國來的 中國沒見過 香港我都沒見過 他是我師父的師父的師父 東恩立歡良的師父 魚魚哥 謝崇祥 我朋友和我的師父都跟我說 謝崇祥就是魚魚哥 我是相信的 但是現在 這是一個謎 有兩個看法 魚魚哥和謝崇祥 我覺得魚魚哥就是謝崇祥 應該是 但是直到現在 還有些沖繩的師父 認為他們其實是兩個人 有些人說其實是一個人 大家沒有一致的意見 我聽說魚魚哥是一個胡偉 他大概四十歲 很高 和腳法很強 因為內亂去過很多地方 他學了很多功夫 有可能是榮學拳也不定 以前學好是秘密 不可以公開 對, 歡良先生去中國 其實是因為他爸爸被人打死 他想學武報仇 歡良先生是不識字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流傳下來 事情真正是怎樣 魚魚哥這個名字是真還是假 但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 謝崇祥是1930年去世 謝崇祥是不是就是魚魚哥 至今仍有僧侶 哪一個才是魚魚哥 可能是永遠都解不開的謎 謝崇祥的想法就是一招丁生死 他的勁從內發出來的當然 但就不是關自己的 是肌肉的發勁 學拳在福建人之間流行 很早就傳到台灣 台灣人學習學拳, 慰言成風 更保留到在中國大陸 早已失傳的一種凶猛學拳 食學 劉師傅 你好, 快來了 請到了 好, 各位好 台南的劉長益師傅 是食學拳的傳人 他曾經是台南警備教頭 除了台灣 他還在歐美教學 學生有空手道高手 FBI 醫治特種部隊的成員 其實劉長益師傅 就是我一個師兄弟 他都在 浸淫在空手道界很多年 他就極力推薦 如果你們要講學拳 你們要來台灣找劉長益師傅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強悍的好手 劉師傅的祖先是鄭成功的部長 亦是台南望族 他祖父在二十年代 重金由福州延聘食學拳名家 臨得順到台南教拳 因為劉家富裕 至祖父起的三代 都能夠專注練習食學拳 所以能夠保存食學拳的功法 極為純粹 跟對方交手的過程當中 我眼睛看著 我不是一個人 是My dinner 他用食這個字呢 就是代表說主攻擊 我們十賀拳的想法是 來自於我們的第一代主師 叫方七娘 她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她需要的 就是一招呢 就是定身賀嘛 賀的話是有翅膀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翅膀我們用手鐲的這個功能呢 是很多的 而且我們十賀拳的觀念啊 這個你們認為是一隻手 那對我們來講是三隻手 你擋 你就是撥 對不對 你撥了第一隻手 我第二隻手打你 你抓了第一隻手 抓了第二隻手 你控制我的整條手臂 那你認為你已經得逞 那如果假設這邊還有一個 那我這個呢 那怎麼辦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 我們只要手一說 砰 這個肩膀就可以打你 這個 只要他就會來 我只要手往後縮呢 他的臉要來 這個 我們肩膀 所以說我們的學生呢 對練 我們有練 要這樣 有練這個 有靠這個肩 他根本上那個位置已經負了 我一發的根本上 更容易不去整團 你壓下去 你只要繼續摸著我的頭的話呢 這個就已經斷了 對對對 我一定要放手 我不放手的話我不行 你不放手你就危險 我一定要放手的 對 或者是 或者是 是這樣子 這個壞 啊 對 哎 比如說 得罪了 我先走 這樣 比如說你 掐我脖子 對 掐著我脖子 好 掐著 你看 這個呢 我從手肘這邊 壓下來 然後這個 說兩邊 一二三 我這樣子壓你 你弄僵硬 壓不下來 壓不下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子 一隻手 就解決一隻手就好 啪 對 我這個身體啊 身體就是一個門嘛 對 也是一個槍石 我的槍石在這邊 在這裡 當你破了門 你大軍要攻進了 嗯 破門而入 嗯 我呢 我呢 擺變門 由出手的時候開始 對方一出手 他就已經要化解之餘 就已經入死門殺蠟 就打 那其實在實際的運用上 用到呢 那剛才就試了幾下 散手了 是埋身的 真的用到 救到命 我們出拳 有兩個動作 一個呢 就是 拉 再打 嗯 另外一個呢 轉 就是打 我打 一打 一抓 就轉 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特別呢 要求 在速度上 這個 要以快 橫準 然後呢 秒殺 就是說在 最短的時間內 我們的理念呢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呢 去把對方呢 擊倒 或者是擊殺 當你這個 你這個手續呢 你習慣了 嗯 你的手打過來 我一碰到你 轉了 對 抓 抓 你要抓 你轉的時候要順便抓 對 然後就直接 走 哦 對 所以我用這個 用這個 這個拉 拋 拋 對 鎖 哦 對 嗯 每年前 第一次接觸到自衛術呢 譬如 你插著頸 就這樣 按住這裡 然後整個蹲下 這樣就發解了 這個不一樣 這個還好 這是力學來的 就是我覺得 一定夠力的 這個女生更加好 她說 一來就 你這樣來了 一定夠力的 一來就沒有 是啊 所以 很好 好實用 還有她剛才 有一條 用她的短鏡 是 沒有的 剛才她不是正位的 剛才不是正位的 剛才是側的 側也不行的 刀嶺的 沒有了 食渴 講求寸境法力 劉師傅發勁時 可以發出聲響 好 她的 她的發勁 給我一個很驚訝的印象 我真的沒聽過她的發勁 她的勁 當然是內發出來的 但不是關節的 是肌肉的發勁 看過劉師傅的示範後 三位舞者嘗試體驗食學拳 搏擊償的威力 根龍師傅只是上了 很簡短的一堂 但就看到這位師兄 他用到的手法 我供他正門 他把所謂的門的身體 他還欣移呢 我打不到之餘 他還可以把我摔出去 我唯一 一點點的好處給他 就是 我高了他 我重了他 用我重量去壓他 但是 只要我入門 突然不對的 還是很容易被他化解 這樣我們在練習中 都感覺到 他們入馬 在上面 在下面 他們全部都有這些動作 他們食學的練習 包括盆手 freefire的練習 都挺全面的 輕一點 用掌印 想埋身 都會有些困難 他會一直向前 迫過來 只是一下 就想 拿著你的命 你沒得還手 我身上所學的東西 跟一百年前 林德順教授我 我祖父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說我身上 並沒有遺失掉 那種舊有的 古老的那種 鍛鍊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是很原本的 很高興參與了這一輯的功夫傳奇 就是永春百學 也找到了學權和空手道的關係 雖然我們未正式找到 歷史的源流是百分百真確的 但是訪問了幾位宗師 在技法上 功法上 真的獲益良多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會說 在擂台經濟上 和實戰上 打不打得 其實沒有這件事 劉Sir和師傅一二再再三說 我們不是用來比賽的 我們用來補命的 我真的很深深地體會到 學權那種威脅性 不能夠一本通知 你這樣背後這樣 大家不同的性格 不同不同的身頁 不同的心態都不同的 連這些 講究童生原體 其實很多種都可以的 你必是一段功夫的 反正外國人 喜歡我們中毒 動作一種藝術 文化藝術研究 用科學的態度 去理解中國功夫 我們反正少一點用的 你學的 有心學的 我就教他們 你學了你練不練 我都沒有辦法 學幾年的東西 得到的是你自己的 每一個都不同的 三個人來學 三個人的心得都不同 運出來的東西 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些才叫做自己的功夫 中國傳統功夫 就應該是這條路 中國使用 로 convinced 公關風的生活 有想通道 東橋 很有道理 堂 貓 非 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